那我的时间差不多了 各位同道大家午安 我是广和协会邱子恒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大家今天又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上的陪例课程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我们这个台中市立图书馆 这个有一位非常特别的主任 那等一会我当然要把这个演讲人的这个部分 由我们的引言人来介绍 那我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有这个缘起 当然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德会军馆长 从云林到了台中以后 那当然在馆务里面都有很不错的一个推动 那在一次我们的台中公图的评鉴里面 那我个人也是委员 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馆 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的徐主任应用了他的个人的这个魅力 还有社群软体 做了一个很不错的经营 所以当时特别请我们这个会军馆长 那也邀请我们徐主任来做这个分享 那我想时间是很保贵的 等一会这个主任报告完以后 还有时间做QA 我们是不是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引言人 台中市立图书馆 这会军馆长大家掌声 谢谢 会军 理事长邱老师好 还有各位今天与会的同伴们 还有同好们 大家午安 我是台中市立图书馆馆长会军 很开心今天中午跟大家一起在线上相聚 我们一起监重来聆听台中市立图书馆的阅读故事 那今天我们会在图书馆里面遇见电影 也会在电影中遇见图书馆 就让我先卖个关子 等一下就交给我们一站主任来跟大家分享 那也跟大家简单说明 台中市立图书馆总共有45个分馆 那每一个馆都有自己的馆长特色 然后我们每一位主任都是文武双全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我们台中杀戮生坡 跟杀戮文昌的许一站许主任来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主任就是是文武双全 那主任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人 然后也很有活力 那结合了各界的人脉跟资源 那非常努力的在经营我们就是杀戮生坡 跟文昌的点书啊 那并且做在地的人脉的生根 那不仅是让在地的学生在地的民众 将图书馆当成一个使用者之外呢 他更把在地的老师定成他的策展人 那另外呢在暑假期间的工读生 他也会成为他小兵的手的一环这样子 所以他非常会找资源 然后也懂得结合一些努力的方向 那最重要其实主任的身边的team 就是我们的一线的管员都非常的努力 那不仅是协助主任甚至都还加码达标 那今天我们就将这样的故事呢 由一站主任来跟大家分享 那邀请主任 谢谢 谢谢馆长的分享 也谢谢邱子恒理事长的邀请 那我们现在来用简报 首先我的题目就是经营图书馆社群媒体的服务与在地化的生根 然后我们在简报的第一页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开馆后办的三个活动 就是第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开馆后的小精灵固剧团 也是去年所成立的 然后也是满满的人 而且在地的绘本的画家 玉米城也亲自到场 然后这个是我们邀请我们Peggy老师读书会的老师 帮我们开馆办的活动 大概快90个人的参与 这是我们的Bookstar今年的活动 其实我们活动每一场都蛮多人 而且都获得蛮多的好评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归功于我们团队 对我们的用心 那我就是稍微再开始继续的说明 我们沙路区人口大概9.5万人 是海线的第一大城 然后我们动药的特产就是甘薯啦 猪肉等等 我们自然景观就是南四溪 我们本区的工业比较发达 像有卫丹企业啦 福寿企业等等 还有入寮的诚意批发 我们有两间图书馆 这两间都是我所管理的 第一间就是我们沙路生坡图书馆 它是以电影特色为特色馆厂 第二间就是文昌分馆 是青少年文学 沙路生坡分馆的话 它就是1988年由魏丹所赞助兴建的 然后所以它以该企业董事长叫杨生坡命名 文昌分馆的话 它兴建于民国75年 它100年正式开馆 本来是民众服务社 它其实旁边就是沙路国中 沙路国小 旁边就是很多学校 所以其实下课后他们会聚在这边 我们特色馆厂就是新少年文学 这是我们新建后 今年新建后所改造的 我们生坡图书馆 它是以电影为特色的主题图书馆 前主任陈锡东主任 经营20几年退休 他就是以电影为主 所以我们收藏了很多电影的图书 电影的视听资料 期刊 影展手册 电影海报等等的数千种的电影特长 并有完整的电影放映设备 定期为民众播放世界各国的电影 办理主题影展 它是一间深具电影特色氛围的公共图书馆 另外深波图书馆也是 Bookstar英诱儿阅读推广的先锋 民国92年 我们首创英国引进的 Bookstar的阅读期步骤 隔年我们成立亲子读书会 分成两组 各组各州一次 陪伴民众成长 这个老师 翁秀老师 他从93年到现在 19年了 所以我们今年还是持续在做 亲子读书会的部分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 努力亲子推广阅读 一起零到五岁 这一块也是我们所着重的 另外今年 历经一年的工程 我们今年6月3号 重新开款启用 然后我们广外的话 我们从 请原创艺术家 陈永老师进行修复 本来的乐群狭小 然后扩建到一楼 宽敞明亮 本来的停机车地方 我们扩建为大面的窗景 本来的书柜有六到七成 我们目前把空间 让人更舒适 所以本来高挑的书柜 让他阅读更宽敞舒适 本来应用额只有一小区 我们目前让应用额扩大 然后可以让亲子共读 我们也强化了 我们的电影特色 今天的讲座的部分 前半段是在地生根经营的部分 后面是线上讲座 然后我们开始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会讲 近年来的媒体的报道 及讲者的回馈 第二部分是深入图书馆的特色 第三个部分是我们主动出击 我们馆员走入校园 第四个部分是跟在地的连结 与学校的合作 第五个部分在地连结合作 包含办理音乐表演 展览等等 还有一些线上讲座 线上活动 第七个部分是脸书的成长 与去年IG的成立 第八个部分是未来的展望 在近年来媒体报导的部分 在国字图的塑像远传里面有提到说 周全而完整的计划的提出 将深波的图书馆定更深化的特长 在未当人去年十一月有提到 杀戮好所在 深波图书馆及文昌分馆 启动多元的交响乐 今年的四月有提到 深波及文昌分馆在地出发 散播阅读的种子 这是去年四月的报导 就是邀请杀戮宏观科大的 多媒体系的副教授 刘明昆老师做3D的 他这边里面有3D AR的图案 所以读者只要撒QR Code 可以跟他3D合照跟拍照 而且这是新文台主动来采访的活动 那跟刘明昆老师的结缘 是之前在台一大读研究所的时候 林佩淳老师有邀请他来 其实很巧以前在世新教书 可是后来就是刚好到杀戮宏观 交了蛮久 所以应援机会之下也邀请他 拜托他来做展览 所以这个里面的礼物跟 AR都是老师免费帮我们制作的 另外这是杀戮国中跟杀戮国中家长会 还有记者的报道 其实提到就是这是我到国中去做数位资源推广的照片 跟办讲座的照片 其实他也提到说 其实我们敦清慕林的基地走法来推广阅读 及介绍圣播图书馆的设备及应用 其实我们也解决了校内 学校校内资源及设备不足的问题 另外的话我们办了蛮多的讲座 而且读者其实都主动把我们在脸书上分享 可能当天他有很好的收获 在黄华老师里面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有对阅读的推广的热忱 而且我们办了可以看到我们主动到学校幼儿园推广阅读 他认为公务员这么有活力 他很佩服 再来就是重量级的影片 黄健也主动 就是他也在脸书上有提到说 他今天蛮感动 也看到我们就是很淳朴的热情跟认真 想想观众也是改变电影未来的资助 期待每一次的耕耘都有成长跟茁壮 这是绘本画家的分享 这是纪录片导演 他觉得我们有很好的设备 很棒的团队 然后谢谢我们这样子 再来话 其实这是去年我们得了阅读推手奖 其实每个人看到 就是觉得有一个形容词 就是尽量电池 然后很有热忱 很有活力 其实这一切的成功 都对于我们很棒的团队的力量 还有我们阅读推广的善心跟成功的活动 其实管员的薪水 除了正式公务员以外 他们的薪水是不高 可是如何让他们驱使有动力 就是其实他们对阅读很有退忱 很有热忱 而且我们也存在很善心去推广阅读 而且我们每一步 每一年 因为我接任才两年多 我发现我们其实每半年 每半年 每半年都一直在成长跟进步 可以从我们的成果的活动报告上 我们拍照上 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展览上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成功的活动 所以真的非常谢谢管员的支持 以及很好的掌官的指导 像之前的小林馆长跟惠俊馆 其实都对我们好 而且他会给予很多的协助 再的话我们如何去深化我们图书馆的特色 这是我们电影院 这是我们之前的35厘米跟DCP的设备 这是我们更新后的中视图首作的影音仓 读者可以在里面享受我们的加工版的DV 他可以在我们这边取的 然后就直接播放 我们之前109年到111年 我们做了三年的计划 我们如何在我们电影跟神话 我们第一步我们就做电影相关的研究 分三年包含将图书海报 电影光碟原生带35厘米的影片等等进行研究 之后我们规划展览 硬体部分我们做了翻译的升级 以及座椅的更新 我们也强化了电影的特色 第三部分我们每年都做一些人才培育的课程 大概一年有6万块的讲座费 去做一些电影的讲座 这是我们109年度 我们这台250万的DCP 是跟现在电影院等级一样的播映设备 我们也把我们的座椅更新 再的话我们就是109年 我们完成了声波图书馆2K雷射放映设备 它是符合DCI电影院线级等级的雷射放映系统 而且它可以播放DCP格式的片源 而且我们也将我们的椅座更新更有舒适 而且我们完成教育训练 因为这套系统是需要馆员去学习如何播放 另外我们109年 就是我们办理的人才培育课程 另外钱锡东主任在20几年以下 收藏了大量的电影的海报 电影的一些相关资料 那我们也请专家学者去把我们盘点 把我们扫描 像我们电影图书就有2000多本 35厘米就有34部 DVD公播版1000多部 交往版1800 VCD62部 CD有127 雷射LD250 电影海报有1627张 并针对有保存价值的进行扫描 跟拍摄的整理 另外我们110年 有拍摄一部纪录片 36分34秒 我们办理了音后的讲座 我们当年也拍了一些的人才培训课程 而且我们也跟金税银展做了合作 111年刚好面临深波工程 我们就走到台中市的市区放送局 做一些展览的部分 将我们以前的电影文物都展现出来 也包含电影的历史 深波图书馆 其实在导览过程中 发现很多市区喜欢电影的读者 都不知道杀戮海线有个图书馆 是以电影为主的 所以他们也蛮感动我们的介绍 这边我们的大事迹 再来的话 我们当年度也做了一些人才培训课程 而且我们还走出了户外 这是我们到南四溪去拍摄一些 教他们如何拍摄的活动 另外我们蛮有特色的就是 我们管员都会说故事带动唱 然后到学校去 因为其实会有这个机缘 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就是这两年疫情的原因 然后其实读者有越来越少 走进图书馆的意愿 所以而且其实有些学校 他们小学他们的设备 数量也蛮多 那我们如何让他们走进图书馆 然后更认识我们 然后我们主动到学校去推阅读 让学校有充分的利用图书馆的资源 然后也让他们知道 其实沙路有两间图书馆 就是沙路生坡跟文昌坟馆 进而达到行销图书馆的目的 这是我们到去年12月14号 沙路子分半做 我们都会 这个是超神子种子破摩 一棵树 然后里面有一座 我们有手做一个盒子 它里面有一棵种子 小朋友每个人的种子都会长出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有舞蹈 然后有说故事 然后有做道具 然后这是我们的活动照片 我们如何到学校去的流程 第一步我们会配合当年度的学校历程 因为像国小他们都有乐推老师 他们每年度都有定一个方向 之后我们提交了企划书 我们会排练 我们会带动唱 我们做道具的准备 开始敲定时间 然后到学校去做推广 然后再或花续的发表 这是我们的企划书内容 就有时间地点 然后跟老师敲的时间 然后活动内容 活动规划 然后延伸的推广 跟结合哪些资源 其实我目前就是跟SDGS永续发展 然后做一个契合 所以每一本书其实都有跟SDGS做一个相互的呼应 也教导小朋友如何去永续发展 然后让这个地球环境更美好 这是我们将新书的纸箱做的道具 这是王文华的我的 我的洛基爸爸的主角是阿旺 我们将来做一些道具 然后这是到文光国小 到杀戮幼儿园本园 这是我们后面有一部影片 是我们是馆员编舞 然后用宝贝 然后我们会跟他们带动唱 然后之后开始说故事 因为他们的小朋友的专注力 是比较没办法长久 所以我们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活动也规划蛮不错 就是我们会有带动唱 然后开始说故事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 就是一些其他的活动结合 手作 然后让他们就是可以更 更有其他专 可以让他们持续 有专注力这样子 再话我们馆员主动出几道 学校说故事 我们也到了北市国小 然后这是动物出行手大赛 我们跟SDGS的健康与福祉做结合 这是超神经总指部 我们跟他们讲如何发发芽 这是舞蹈 然后这是我们说故事的内容 那其实我们馆员上面都会带一个那个法枯 然后上面都有标志 像馆员就是铃铛 他在这边铃铛 然后棉花糖姐姐 我们就有棉花糖在上面 然后这是那个太阳 它有个太阳在上面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 其实他们都会认得 像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 他会说铃铛阿姨好 然后徐主任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感动 因为小朋友很小 然后他们用可爱的声音看到 我说徐主任好 然后有的时候我在图书馆 他们会说徐主任好 我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知道我去幼儿园 他没有看到 那脸书上其实也蛮多人回应的 他也很感谢我们的用心 然后他们小朋友 我回去跟家长说 他们很开心很喜欢 然后就是蛮多给我们鼓励跟支持的动力 这是学校给我们的感谢状 那我们如何跟在地做一个互动的连结呢 我稍微统整一个一栏表 这是跟沙路区融会 那时候总管有提到说 台湾味的书展 就共同主办 那我说台湾味 我们沙路到底有哪些味道 然后我就跟沙路区融会合作 就是他们有到底有哪些特产 然后摆设出来 我们也到驱公所去涉摊 然后鸿域基金会呢 也跟我们合作 他的出一本绘本叫千宝利贤记 那他也让我们小朋友去说故事 然后就是千宝利贤记的 的故事跟导疗儿相关的 发展痴缓儿童的故事 在幼儿园的部分呢 我们首先会到7到9月的阅读起步走 我们就做宣导跟宣传 我们管员走进校园说故事 也可以协助他们做帮访的协助 再来的话 在每个区公所 我们会跟区长做协助 相信其实我们区或是乡镇 我觉得区长他们有很多的 有一些资源是真的需要 他们做协助 像我们如果人力不足的话 割草啦 环境的整洁 就是真的很谢谢他们 给我大力的支持跟协助 再来的话 活动的设摊 活动的办理 还有我们重要活动的到场的支持 还有他们其实 区公所里面的人文科 也是设造办理的单位 他们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单位跟社群 所以我们可以去跟他们做接洽 大学的部分 沙鹿就是刚好很幸运 他有两间很棒的学校 就是晋大学跟宏观科大 刚好晋大学 大众传播系就是以电影为主 所以他跟电影息息相关 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电影讲座 作品的放映 跟电影音后的导读 晋大学也有设攻系 有一些亲子活动 洪光的话 就是跟多媒体设计系相关 然后他有一些展览可以做结合 国中跟国小的部分 管园走进校园的话 我们是以第一年级说故事为主 高年级的话 跟国中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数位资源的推广 以及帮访的协助 其他的话 像在地的高通 在地的乐团 在地的农会 在地的文化协会 以及一些合作 办理展览的艺术家等等 像我们沙鹿就有沙鹿农会 红浴基金会 跟沙鹿逢向协会 还有亲子馆 儿夫馆等等 就是我们长期合作的伙伴 都可以继续保持联系 以及说我们这边 刚好有个空间 那也不要来做一个活动 跟协助等等 再的话 我们在地合作 跟学校的合作 这是我们玉敏辰老师 在学校去做讲座 这是在北市国中 然后再在北市国中 张子章教授 这个进一大学的陈铭老师 他也蛮有心 他也喜欢电影 而且他也喜欢回馈于社会服务 这个合作照片呢 这个讲者在最左边 这一个男生是泰国人 然后其实他们蛮多都是用英文 然后配合一个马来西亚的学生做翻译 就是电影放完之后 他会请同仁大家 请观众大家留个一个小时 然后学生会进行简报的讲解 然后刚好这部 那时候我拍照 当天是放泰国的电影《真情收音机》 他是讲泰国的故事 那刚好这个学生是泰国人 所以我觉得刚好他做的简报 跟他的分享 真的符合 就可以让观众很深有所同感 然后当天颁发证书的同时 感谢这些学生 其实也不是我 也不是老师 是当场的观众 所以老师会邀请观众 去颁感谢状给这些学生 然后学生他们很用心的做了简报 对于这些电影的分析跟评论 我觉得这是 我有得到一些志工满满的正能量的回应 所以觉得他们真的讲得很好 然后简报也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 就是他们回馈于我们 我跟他们合作 给他们发表的舞台 所以就觉得这是很棒的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到学校合作的 数位资源推广跟讲座 其实这两年来我觉得照片活动拍摄的 拍摄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其实拍的照片就是 真的很用心在一起去拍 而且都满满的人 然后我们也很主动到学校去做讲座跟数位资源的推广 教我们做平板 其实学校们大概每个人学校职员可以让一个班级 每个人都有一台平板 然后我们让他做一些讲座 然后也邀请一些作家啦 电影导演去做一些纪录片 然后刚好北市国中有一场 蓝色系探员里面讲一些生态的文物 我们也最后有QA问答的时候 刚好有个同学 其实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生 然后他竟然可以举手回答正确问题拿到礼物 然后那时候教主任也蛮感动 他觉得很棒 因为其实我觉得让孩子有一个互动的过程 让他们有一个发表的舞台 然后有一个他们会满满的成就 让他们更有建立他们的自信心 再的话在地合作连结的部分 我们有办理一些音乐会啦展览 这是那时候我们幻想曲 然后因为刚好杀戮宏光 他们有动漫cosplay设 然后想说跟他们合作 让我们都因为青少年文学奇幻文学 让青少年有很多奇幻发想的空间 那我就是主动私讯动漫社的FB 说可以不可以合作 你们有没有一些道具 或是我们目前在这个展 有什么道具可以借我们 他就借我们这下有些武士道啊等等 这三位同学就是海森华学生 他们表演一波的歌曲 这是我们海之音淘底乐团 他们来我们这边办音乐会 那时候疫情还满意 带这个防务措施 然后非常来提供表演 然后做一个合作后 如果有一些表演活动的机会 有一点点经费 所以我们也会邀请他们过来一些活组 这个活动就是海森华德福办的展览 这边有扫描的QR Code 当初就是刚好海森华德福指定长 基金会指定长想要办一场讲座 那我说你们学校的学生都蛮会手绘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蛮多 就是这边都是他们手绘的明信片 那他们说那好 那我说那要不要办一个展览 他们说问学生看看 那我当初就想说把整个二楼 包含书展区跟二楼全部给他去想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二楼正面 全部都是他们去发挥 其实也不会觉得太满 那他们而且学生非常用心 是可以他们其实有尼泊尔的棋子 尼泊尔的服饰 尼泊尔的音乐器 尼泊尔的笛子 然后一些他们的历史的介绍等等 然后他们当初去祭祀的照片 日记书写的日记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的用心在这里 也可以那么有发挥的舞台 刚好我们其实 我们会做一些阅读推广活动 配合这个展览 我们也做了青春不留白的活动 就配合笔记本水壶 再来的话我们沙路宏观科学大学多门西五 今年也持续跟他合作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办展 老师也提供他的一些手绘照片 而且老师还很热心的就是帮我们写一个APP 就是我们只要扫描 然后他免费提供明信片 他的库卡就是有黑色跟白色 当扫描去刮那个痕迹的时候 是黑色的话 你可以来柜台兑换一张黑色的明信片 如果是白色的话 就可以拿到白色 而且都是老师免费提供 然后只有大概就是我去摘那些作品 然后老师就给我们一些QR Code 然后我们同轮去制作海报 然后让读者去兑换 而且一张一个手机只能换一次 这是对于图书馆来说是蛮新颖的 然后这是我们办的展览 再的话 线上讲座跟线上活动的部分 就是我主题的第二个大主题 其实那时候我刚接任图书馆的时候 两年多前 刚好疫情升温 就是四五月 然后六月 开始管控人数 然后开始要防疫 然后之后竟然闭馆了 那我想说有这些多元的讲座的经费 然后我们馆员在这边 我要如何让大家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开始想 开始办了线上讲座 线上音乐会 线上说故事 线上手作课 好书推荐等等 我们的转型 然后善与我们的数位资源 结合电子书进行推广 在刚开始的活动过程中 许多讲师他可能不习惯于线上课程 而且他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 他觉得说不太适应 当初所以当初的时候 有讲师有抗拒有接纳 可是我们做了分析 就是线上课 其实他有限制 而且还要采媒化做 然后居民的话 就是大概沙路区附近的居民 甚至大概海线这样子 花费时间其实比较少 实体课的话 我们更多人参与 然后全国各地都可以来参加 报名时间比较多 例如我们要做表单 线上会议的测试 通知报名邮件等等 这是我们中视图第一个办的讲座 就是那时候我们邀请导演办 谢谢收看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一直都继续的办下去 在闭馆的时候 在人流梅花座的时候 开始办一些美食课啊 电竞街舞课 台语讲座 拍摄电影的课程 我们后来还办了一个线上 跟实体同步的课程 然后线上的英文学习课程 手机拍摄课程 我们怎么办 现在讲座稍微做一个步骤的说明 第一步我们会做海报 然后表单制作 然后第二步就是会有类短文跟结合 其实每个演讲者都有自己的人脉跟资源 刚好就是这个讲座的妈妈 然后认识亚运蜻蜓的银牌 像亚运要开始上一次的银牌 陈伟涵的分享 所以他也帮我们分享了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会做活动报名的通知 然后再跟老师做线上的测试 例如说老师测试的影片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我们提供授权书给老师 然后其实很多老师对于软体上的不熟悉 我们都要事先的演练 然后开始让他们使用软体 然后课程PPT 我们建议会全程播放完 会不会有断掉 或是有哪些有问题的部分 我们也会做流程表 跟讲师做确认 然后海报也会跟老师做确认再提供 这是我们活动简报前 我们会有一个温馨的小提醒 然后我们最后还有宣传我们的脸书 然后这是我们的合照 最后大的合照合一 然后我们会发感谢文在脸书上 所以线上讲座外 我们做了很多 像线上的直播 线上阅读推广 好师推荐 线上的文学 电影 油画展 书画展 首作课 还有绘本画家的采访 外师说英文 线上剧团 线上音乐会 线上等等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管员 其实我们管员人力真的蛮少 就是大家一起去学习 然后一起去想要怎么做 其实我们通通都没有做过 这是我们做的线上直播课程 然后我们开始疫情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在家里面也不能来图书馆 我们就说那请他们拍在家阅读的照片 然后拍一些诗 写一首诗 然后跟父亲节的活动 电影京剧的活动 然后我们域名城 刚好是我们的沙路的绘本画家 刚好结合他的作品 然后再来是电影卡曼拉的活动 然后好事成山的活动 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蛮感人 是那时候我们买了一些盆栽 刚好配合植树检 有民众刚好搬到沙路 刚好看我们的脸书 他说他有提供有种了蛮多的 愿意免费的分享给我们读者 所以那时候也感谢他 然后他也种了 他要帮我们分装好好几盆 然后读者也都有换完 然后母亲节我们办理一些母亲节的活动 然后去年我们是推主父母节 然后我们有请他们读者 拍一些阿公阿嬷的照片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跟阿公阿嬷 温馨的照片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跟读者的回馈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不只是只是脸书的推广 我们也希望读者能够 让他们跟他们做一些回馈跟互动的部分 这是我们沙路诗人书少年诗的介绍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绘本 因为我们文山分馆蛮多玉米城的作品 所以我们也拍了一部纪录片 就是介绍他 然后这是新当手作课 然后我们读书会有书画跟有画 好那其实闭馆期间他们就是没有办法 或是人流控管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表现 然后说那有没有办法把他们的作品提供给我们 我们就是把它剪成影片 然后发表在我们的脸书上 这是音乐会 那时候也是闭馆的时候 那因为书相运会不能办 然后脸书读者蛮多 我问了说那我们就是用配合防疫的部分 我们就拍一些影片 然后放在脸书上 那么小朋友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在脸书上 有一个表演的空间 再来是我们配合端午节 做端午节的DIY的手作 这是志工自己想的故事 因为其实都需要授权 那小子床这部分是 其实那时候他拍完之后给我 那时候我有点压 因为这本书是还没有跟对方说到授权的部分 所以我那时候跟出版社说明 然后他也取得统一 我们才发 所以其实在发布 说故事的部分呢 建议还是先跟出版社取得授权之后 再做进行下一步 那其实这个志工也蛮用心 他会自己画 然后自己想故事 然后自己做道具 然后刚好爸爸就是我们的志工摄影大哥 会把我们拍 然后就放在脸书上 这是我们的外师说英文的部分 这是我们中元节 我们做个鬼的指的部分 去年成立故事剧团之后 其实那时候闭管 然后人流控管 然后我们他们就拍摄一部 一部剧 然后放在脸书上 然后这也是有取得授权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纪录片隔一年 我们有放在脸书上 然后其实一个礼拜内 我们就有四千多人的触及率 然后这部 其实看过人都蛮感动 这是我们旧管社 还没有工程前拍的 我们也开始做了一些好书的推荐 然后配合节庆 然后调一本好书跟读者分享 再来的话 这是我做的图 就是我们将 因为我们文昌是青少年文学 我们希望能够让青少年走进图书馆 然后借书 然后这次我们会少他的QR Code 电子书 然后让青少年可以知道哪些书是他们看 然后他们会觉得有兴趣的 这是我们配合SDGs 在脸书跟IG上我们发表的一些作品 就是我们结合每一类的SDGs的项目 然后配合他的输出放到脸书上 我们在深破工程的一年当中 我们电影的部分还持续推荐给读者 这是我们IG上 只有IG上有 我们像我们SDGs 就有SDGs的书 电影给大家 然后教师姐也有 然后配合书展的话也有 然后还有至今电影大师尚如高达 然后有文学小说改编的电影 还有祖父母节的电影 还有白色情人节的电影 跟国际父母节的电影 我们都推荐给大家 而且他们可以去用借的 其实现在的话限制动态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个强力放售讲座的讯息 然后我们也会请管员或是实义生 帮忙做一些限时动态 然后可以分享 这是实习生做 他刚好两个来实习 他们有一个一搭一唱的对话 然后我放一下 然后这个励志电影呢 是其实是读者当面跟我要求 他觉得说他想要看一些励志电 然后我就从信片里面 跟实习生讨论出来说 那哪些可以放一些励志影展 所以我们就办了 暑假的时候 我们办了励志影展 然后他也有来看 然后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宣传动态 然后再会来白宫是我们去年 前年开始合作的李建成导演 然后他这部电影其实看了 真的蛮感人的 然后这是我们做的一个 其实动态的影片 我们有截录他的一小段 几秒钟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从LINE的短文的分享 然后限制动态的宣传 然后还有讲者自己的人脉 或是我们图书馆脸书IG 等等的去推广活动 让我们讲座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去来参加 再的话我们脸书这两年多的经营的部分 稍微做个说明 在19109年我们的品鉴大概是3827人 但今年8月18号已经到了7220人 那成长比例大概有3000多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办一些活动 然后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图书馆 或是不知道我们有这个脸书跟IG 那去年我也成立了IG 1月14号成立 然后也开始有700多者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也会去看其他图书馆的经营 其实我们可以 我可以互相学习 然后让图书馆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在 我们是在 更 让更多人介绍我们图书馆 有哪些资源跟设备活动 然后是宣导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哪些讲座是可以参加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各个方式去 多元的管道去做一个行销跟推广 再的话我们其实像FB跟IG 有不同的社群需求 好书推荐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配个电子书做推广 现在讲座的话 如果我们用 我们可以让各省市人都可以参加 线上影片的话 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观看跟学习 然后SDG的话 其实是当代重要的议题的讨论 这是我目前所需要推荐的 再来未来展望的是 我们在 上面是山坡图书馆 下面是文餐分馆 就是我们之前邀请詹林文奥寺 导演 他是我们赚台湾 我觉得收藏电影最多的 然后这是我们在放纵群 办了工作人员的照片 这是收藏电影的讲座的照片 这是我们今天会策展的 策展完台语电影的活动导演 马克导演帮我们的 下面的话是文餐分馆 就是我们馆员颁访活动 我们带座的首座 杀陆国中 刚好在旁边 然后过来做颁访 这是老师的合照 这是我的协助导览的部分 其实这么多的丰富的 班房导演讲座展览以及各式各样的活动 我期许能够在稍图书馆能够成为在地的文化中心 因为我们真的已经 我们的活动量 我们的用心真的已经成为像一个在地的文化中心一样 然后其实谢谢长官 管员以及志工一起努力合作 跟我们一起努力 其实希望的努力也能够让杀入地方或是有优所改变 然后也希望我的努力能够成为父母的骄傲 然后也谢谢馆长 就是其实他也蛮照顾我 就是很多协助都会帮忙 还有其他主任像比较资深的 其实都会给予很多的协助 所以这是很感动 其实我觉得有这么多善良的一群人陪伴我身边 然后一起学习成长 然后让我一直努力向前的动力 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疲惫 尤其六日办完活动 可是其实看到这么多很棒的管员跟志工 还有掌关系一直陪伴我 我觉得其实是让我可以继续往前走的 然后这是今年10月1号 因为我希望就是跟各个单位合作 然后刚好10年前在国资图有办一个 跟业务上有接触P&C的部分 他每年都有一个社会责任的经费 那今年我说我刚好有联系到他 他愿意就是把这个经费呢 赞助在杀戮地区 然后我也联系了农港国校 他是非上非市的偏乡教育部认证的 然后还有我们邻近的杀戮国校的 总共70位小朋友 然后有这个研习证书 有文创商品 那杀戮国中跟制造中心 会协助我们做一些教育机器人的部分 所以每个小朋友高年级生都可以做一台机器人 让你可以看到我们欣赏我们的表演 然后有证书 然后其实我们未来的话会持续跟外界做更多的合作 因为图书馆经费真的是非常有限 然后也管员其实也是也蛮辛苦 除了要最主要基本就是上架 然后找月书 然后读者的借还税以外 还有其他的活动要办理 所以他们也负责出蛮多时间 然后才能让每一个活动都办理的非常的好 然后让读者说 其实真的很用心 再的话就是我们的脸书跟IG 我们图书馆的 然后再来是QA时间 然后真的很谢谢大家 那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 可以 那我们要谢谢徐主任的分享 也要谢谢这个惠君的引言 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QA的时间 那刚才已经有一些同道陆续 把问题放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 那云真应该有做一些剪辑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出来 嗯 那QA时间正式开始之前 还是要再一次感谢我们中士图 还有这个徐主任 徐主任是我这个认识的 或者知道的这个管员中 非常特别的一位 因为他不是图书资讯学系的背景 但是他在文化部门 在图书馆都工作过 可以感受到他的热情 那所以特别邀请他过来 那很特别的是 他可能因为过往的学科背景 有一些人脉 还有一些人格 都可以去做这样的分享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一一的做提问 那我们就把这QA的部分 交给惠君官来主持 谢谢 好谢谢老师 然后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 目前好像有三个题目 然后要请跟中士图 还有跟一站这边来请教 那一站有人问我们问题 就要麻烦你了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理事长问的 他说主任不断的提到外部资源 引入我们沙路图书馆的时候 都是免费的提供 多是免费的提供 那可不可以分享 就是主任是用什么心态 或是说法去跟对方联络的 这是第一题 图书馆经费是真的蛮有限的 然后应该刚好文昌跟深坡就在学区 然后其实很多老师就是 其实会来图书馆借书 那我们通常就是先跟他们聊天 然后协助他们 然后觉得很好的服务之后 再进行下一步 因为不可能一开始说我要到学校去 老师你要不要来办演讲 通常都是一个误会的方式 说我们有办讲座 然后下次的话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跟他做接洽 然后因为图书馆资源有限 那我希望就是能够办 比较精致一点 或是比较有质感的展览表演 或是一些活动 那我的经费这么少 那我是不是就是说 可以用合作的方式 然后说我们一起合作 是我们经费有限 那可不愿意一起来协助 这样子 希望这个问题 老师有没有回答到 就是我们邱老师理事长 所以我们许主任 是用渗透的方法就对了 先套矫情 先把他骗到图书馆 然后让他慢慢的熟悉 也愿意参与 是用这样的方法 滑感情就对了 一步一步的接近他 这样子拿下他 好谢谢 来接下来再把时间 谢谢林市长 第二题是 第二题是提问的是我们 东海大学图书记 资讯处的周美军小姐 那他想询问的问题是 目前疫情已经非常虚缓了 线上活动还会持续办理吗 谢谢 线上活动的话就是以电子书的好书推荐 然后还有一些影片上还是会办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些读者 他可能住桃园 他偶尔才会过来参加 那就像我们就要姐姐音乐会 那个同乐会 他刚好 他不一定每个月都会来 可是如果我们持续在脸书 有做一些更新活动的话 他还会持续关注我们 然后保持联系 电子书的话就可以结合我们的预约 预约取诉 还有电子书的推荐 然后如果是线上影片的话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目前哪些 哪些成果 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办 谢谢主任 那这个这个题目 其实中视图也补充说明 就是说其实疫情趋缓了 但是变成使用电子书 或是使用线上活动的另外一个习惯 也养成了 所以中视图现在其实是线上跟实体 是并存的 像我们今年的阅读起步骤的活动 我们有 除了各分馆45个分馆 每个主任都很努力的在办活动 那总管有 也有大型的实体活动 另外我们还是持续保有 就是无常的像线上活动 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线上活动 都是持续进行的 所以现在其实阅读就是线上实体 都并存在台中实力图书馆 那主任我们就朝第三题了 第三题呢 提问者是我们国立成功大学侯小军小姐 还要问主任你的方式问题是 请问如何吸引粉丝追踪IG 这个真的很有趣的议题 其实第一步就是 我也要去追踪那些图书馆的IG 第二步的话就是社谈的部分 我们社谈的部分就是IG送礼物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就是真的要请志工 亲朋友就是可以多多关注我们 然后再来的话 我会用短网址 就是我们发文后 会FB跟IG的各个连结 然后如果他们发给亲朋友 或是志工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原本我们有IG 然后发给校长 因为我们去学校说故事 原来我们也有IG 所以就是各个方面去突破跟合集 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 其实我们也才成立一年多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也在努力的进步学习中 谢谢主任 就是就是现在有人说 好像阅读最多的是脸书这个工作 那我想每个我们的同号 可能都有在逛别人的脸书 逛别人的IG 然后可能找各种工作的灵感这样子 那我们就希望有回答到小君 还有刚刚前一位的题目 那再来我们进到问题是 问题是是理事长又再度提问 他理事长提问 邱老师问的问题是 经营社群媒体要花费很多时间 总的来说主任觉得值得吗 其实这些东西我以前没接触过 管员没接触过 他们也没写过小编文跟感谢文 就是在这我接任前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在学习跟成长 其实我相信就是管员跟我都觉得自己也都进步成长很多 那我觉得这是我希望朝向的方向 而不是说就是一直持续停在那边 那如果停那边的话大家都没办法进步跟成长 我相信 所以我很感谢就是管员陪我一起努力前进的动力 希望有回答到老师的问题 那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五还是 我想要追加追加问一下 让那个问题五再放上来 好就是刚才提到那这个是我们 沙路这边嘛 那我们周视图有非常多的分馆 那慧君馆长要不要补充一下 就是除了我们徐主任以外 我们还有哪一些分馆在这个社群媒体经营上面 是相当的热络 也值得我们现场的通道来参考 因为今天有现场已经198个通道了 有来自我们的大学图书馆 专门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都有 那除了我们今天大家请他来讲就是不要干嘛 那其他的一个分馆 有没有要提出来给大家参考的 然后你让我们那个秘书处这边可以贴一点PPT 好 馆长先回复 好 谢谢老师 这是其实 仕途这边也有经营脸书跟IG 我想应该是目前每一个图书馆经营脸书跟IG 都是很重要的议题 那针对于脸书跟IG这个议题 我觉得因为脸书跟IG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跟外 除了实体来到图书馆的读者的另外一个管道跟媒介 还有平台这样子 那我自己看到其实我们很多分馆主任 都非常认真的在图书馆在实体 或是在像这样子的自媒体 每一个主任其实都已经成为一个自媒体 然后他必须去思考这些议题这样子 像我们外府图书馆 我们的立媒主任他们那边的脸书 然后他们的小编也都很有趣 上次他们有像大学工读生来到了图书馆实习之后 要离开的时候主任也请他们的学生 对于图书馆提出一些建议然后想法 那他可能把这样的议题就写在脸书上 那我自己在写脸书 因为我自己也是因为经营图书馆之后 就很积极的去看别人的脸书跟一站这样一样 因为我的晚上睡觉请人是划别的 别人的图书馆的脸书划成品划博客来 那那个过程其实某个时候也是在思考工作的议题 然后看别人的IG这样子 因为毕竟IG是年轻人的 我已经不是年轻的时候 要更知道IG怎么使用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很多 那试图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每个月会有 大家会有美宣会议然后来讨论 那怎么去思考 然后每次我就会在做脸书跟IG的经营 就是try 然后尝试 就是因为他不需要我们的成本 他需要的成本是我们的同仁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说我们会去try 那这样子写会多了 还是那样子写会多了 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有时候好像写出自己一些 小小的心情或是感想的时候 他会有更多人的 会有一些链接 然后会有一些感觉的互相发笑这样子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那就刚刚一站所的简报 我其实更感动的 其实是累积资源跟永续资源的感受 这样子就是首先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小林馆长 还有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前主任 就喜东主任 其实真的是喜东主任小林馆长 他们累积了很多就是中视图的阅读资源 像喜东主任对于杀戮声波这样电影的奠定的一个深厚基础 那也很感谢一站跟一站的团队就是我们杀戮声波 还有恩文昌的伙伴就是也把这样子就是主任前主任 留下来资源然后更更更广泛的方式 然后又更用现代的人使用习惯的方式 脸书 IG AR 然后手机扫码各种方式 让各种不同的人来到图书馆觉得 好像有不一样的感觉 虽然很多资源是以前的 但是他们又用另外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那就是今天我自己感受到的是 我们是在图书馆在诉说局阅读人和书本的关系 还有人和社会的连结 对 那你不知道题目贴完了吗 不然我就会继续说我的心得下去了这样子 是 好哦 一站题目又来了 那我们来到了问题五 纪录片是那个健全案三连计划里面的其中一个 那其他的影片的话管员 其实又刚好有个问题也是 那个剪辑软体 如果一些展览成果的影片 我会请同人用KEVA剪 那KEVA其实蛮蛮简单的 我刚刚 其实我也没用过 因为我之前我本来是学这个的 然后我们之前用Premiere跟After Effects就是AE 那我发现KEVA其实蛮多设计海报跟影片都非常快 那时候同人在弄的时候帮他改一下 其实20分钟左右就可以有一部影片 就是拉一拉 然后切一切就可以有一部 那其实我觉得有这么 现在的科技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 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迅速 不管是手机的手机APP的剪片 或是KEMA部分 我觉得都可以解决目前在剪辑影片上的一个时间跟能力 主任我们还有第六个题目没有回答到 目前是没有 因为其实我结论这两年多 我真的很希望我今天的讲座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感动 因为其实这两年多真的是全心全力投入在图书馆的工作上 那其实这两年多已经就是 这个部分可能目前是没有 可能以后未来不一定 只是说目前暂时是没有考虑 谢谢 那我们目前是到第七个问题 好像都有回答了 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如果有其他要跟我们互动 可以直接开启的麦克风 然后如果来不及写题目也可以直接用问的这样子 我们也很欢迎 那更希望邀请大家 就是今天听完就是我们一站主任的简报 然后认识我们一起跟我们阅读台中市立图书馆的故事之后 很欢迎你们来台中市立图书馆 不管是到沙路深坡文昌参访 或是到我们任何一个图书馆参访 都可以跟我们联络 那另外就是因为沙路深坡 其实我们今年六月才重新开馆 所以大家可以来一起跟我们做软体跟硬体的交流 那在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针对于今天讨论跟大家讲的是 比较软体的行销的部分 那还有很多硬体整修的议题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对 说到硬体 说到硬体 那大家现在都很关注我们台中的这个新总管的一个状况 那慧君要不要这边跟我们update一下绿美图 这一块未来大概是有什么重要的规划 简单的分享 然后时程大概会是怎样 谢谢 谢谢老师 就是真的今天就是也是想说 一定要跟大家来行销 来说明我们台中绿美图 台中绿美图呢 其实我们是公园中的图书馆 森林中的美术馆 我们是图书馆跟美术馆共构的两馆 那未来是有两个组织一直在这边经营的 今年呢预计是今年年底我们的主体工程渴望完成 然后我们会持续进行我们的内装工程 我们特装工程预计到2025年可以完成 所以我们预计2025年要开馆 所以到时候一定要大家来看 那台中绿美图其实是我们跟普利芝讲的魅导和氏跟西泽建筑师 SANA建筑师他们合作的建筑体 那我们不是一栋大栋 不是一栋单栋的建筑物 我们是由八栋建筑物 然后来成为一个园区 一个美术馆跟图书馆的园区 那在每一栋里面 其实彼此又独立又有相通领的空间 那分邻分洞 然后分区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 那所以非常邀请大家一定要把时间空下来 2025年绿美图开馆之际 来台中玩 那在2025年之前呢 我们还有40几个分馆 可以让你们再来之前先补足其他的 然后到2025年再来看绿美图 好 那不晓得我们现场的这个同道还没有问题 想要提问 来不及打字了 我们可以直接举手发言 对 假若没有的话 好我们是不是再一次谢谢今天我们的这个馆长 跟我们的主任的一个分享 好 那接下来我要做非广告了 好我们的下一场 我们的下一场是10月的这个部分 好是由我们邀请的是高雄市立图书馆 好 那大家如果之前都有参加过的话 可能有记得 我们之前有邀请过国台图来做这个文创的一个分享 好 那高雄市立图书馆上次我们馆和协会的年会 是在我们的这个高市大办理 后面安排的是高市图的一个参观 好 那如果有去的同道就会发现 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生活所书号吧 好 是不是的一个一个商店 好 那这个东西跟文创不完全一样 有些文创 有一些是选外部的一些 呃 产品文创品来办卖 好 那我们也邀请到高市图来跟我们分享 接下来11月跟12月 我也都敲好的对象时间还在 啊 细谈好 那11月的部分跟各位报告好 那主要是我们图书馆界有两大国际重要的组织 一个是ALA 美国图书馆学会 一个是IFRA 就是啊 国际主书馆学会联盟 那年会每一年 哦 我们这个 中华美国图书馆学会的大学会 也都会组团 好 那我们这次特别邀请到 赵阳科大的一个淑娟 曹淑娟主任 因为他今年正好两个会议都有参加 所以我们11月邀请他 好 可以把他参加会议的一个 心路历程啊 投稿的状况啊 到会议里面学习收获到什么 他会提供非常非常多的相片 包括会议的过程 还有参访的部分 那希望借此让同道们没有参加 也能够了解一些新知 那也鼓励大家明年后 大家一起投稿一起去 那12月的一个部分 我邀请到的是 我们师大 那图资所正元显教授啊 那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ChatGTP 这种深层式的AI啊 在图书馆可以做什么样的应用 那今天啊 非常感谢我们台中市立图书馆的一个分享 也感谢各位中午的时间 那就祝大家啊 这个明天开始周末愉快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惠君 谢谢许主任 谢谢大家